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再也不会跟奶奶亲了 太二姐 你说的太对了 咱家人从来都把刘倩当外人啊 你说真是的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苗苗她大姨 这事不怪你 换了别人都一样 你想 你辛辛苦苦搞起来的服装店 拱手给别人了 那换了我早就急了 你还能忍 还帮她带着宝宝 换了我跟宿布啊 玩勺子去吧 是不是 小妹 我 我也是随便说说啊 那我就先走了啊 太二姐 你先别走啊 这事吧 是我不对 小妹 你还得去上班去啊 那谁是经理啊 当然是你哥哥是经理了啊 哪有妹妹给哥哥当经理的 你真能想 那我不去了 大姐 你要说那车是吴姐的 她肯定去 哦 哎 没问题 小妹 那车啊 是你的了 不许反悔啊 当然不反悔了 不行 你得让我哥当着我妈面说 那车就是我的 我才能上班去 行行行 大姐现在就跟你哥说去啊 来 她二姨抱着宝宝啊 抱一下 我去跟她哥说去啊 哎呀 好嘞 小妹啊 你不怪我吧 不愿 你想哪儿去了 二姐 小初啊 这苗苗她大姨啊 在家对你有好处 你看这个上学啊 下学啊 都有人接了 是不是啊 那就不用让我们这么担心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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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先走了啊 怎么样 满意吗 这房子挺好的 我很满意 不过 买房子的钱我要出一半 全款我已经付过了 那我也要出一半 好 为了我们大小姐的尊严 为了随时做好 被你甩掉的种 赶紧送我回去吧 我还是请要办理 好 哦 对了 能不能让我顺便拜访一下 未来的岳母啊 想得到没 你还不够资格 哎 孝敬一下岳母就这么难啊 妈 我回来了 哎 小点事儿 俩小伯都睡着了啊 哎 三儿 我怎么听小妹说你那公司要搬回来了 您先甭跟我说这个啊 我问您 您是不是又做糊涂决定了 嗯 妈怎么能糊涂呢 妈从来都没糊涂过呀 这事儿你得问问她 哦 是 两半姐啊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他三姐啊 那个妈吧 她不糊涂 是我糊涂 真的 这次是我糊涂了啊 三姐 小楚 小妹呢 我不是让她罢工了吗 大姐让她上班去了 我说你都快赶上圣母娘娘了 反正我不管 这件事情没有我同意 你们 谁手里也不算 哎 哎 那三儿 你别走啊 傻老大还不快追她姐 哦 她三姐 她三姐 你打算我 总算回来个出气的 什么 妈跟你说了半天都白说了 白说不白说 反正就是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抢走我的服装店 这这怎么成你的服装店了 真是 您没看见那服装店写着我的名字吗 楚楚 嗯 那你的服装店也是妈的呀 她三姐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事儿妈做的对 我就是喜欢孩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喜欢归喜欢 这是两码事 我不是跟你说过 当你长个保姆大孩子 成天跟着你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那种感觉啊 她可不一样 哎 她二姐可说的对啊 咱们家人 根本就没把人留弃 当成自己人 哦 我说你怎么说变就变了 我可告诉你啊 二姐她有私心 没有 这次绝对没有 而且我也没告诉她这事儿 怎么我俩就话赶话 把这事给说出来 而且她说的是对的 要不说你傻呢 这事儿我不傻 二姐为达了目的 做事从来都是不留痕迹 神龙牵手不见尾的 你知不知道 她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你给她好好看孩子 我愿意 她根本没逼我 哎呀 我求求你了啊 这事儿你能不能不管 不行 不行也得行 我是大姐 我说了算 走 住行 别打了 走 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 以后啊 接了欢生了孩子 我也给你带孩子啊 你那表 疼我了 我看看你哪儿疼了 哎 你这块破表 不是让你换了吗 我 现在几点了啊 都三点了 这才一点半 我就喜欢这个 我习惯了 你跟我说实话 小佩跟苏晓 想通了没有 小妹想通了 苏晓上班了 我想 她迟早会想通的 这个刘浅揍 别让我看见她 看见她 我这啪啪啪 一顿大耳光子 就知道占便宜了 哎呀 行了行了啊 别生气了 走 跟大姐啊 回家去啊 来 走 来 走 哎呀 行了 小心啊 哎呀 小心啊 哎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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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吧 长得咋样 这长得吧 挺漂亮的 可她 为啥一直没结婚呢 哪只是没结婚啊 就连对象都没出过 哎呀 该出对象的时候啊 她爸爸去世了 后来 就为了弟弟妹妹的生活 现在啊 他们家的钱都是她挣的 日子不得过好着呢 街坊邻居的 都羡慕 现在啊 都有点嫉妒了 陈姨 那我现在能不能见她一面 过几天吧 我跟她爸都说了 可能这几天啊 没挡住功夫来 可是 陈姨 我明天要去东北出差 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呢 哎 要不 你在屋里待会儿 我就跟她爸说 她妈去买东西去了 我到门口盈盈啊 我去啊 徐美容 徐美容 哎呦 我说徐美容啊 嗯 这也不习习 你不怕拉肚子 嗨 哎 你说啊 这事不一样了 这刚什么时候 就能买这葡萄了 尝尝 可甜了 哎 哎 哎 前日子我跟你说的那个 跑尸要瘦的那个小伙子 嗯 今儿来我们家了 端着半天了 在窗户上那儿 一看那傻串 就不动完了 把诚啊 是看上了 这事我不管 哎 要不管 我可让她走了 你直接跟傻老大说呗 我哪敢呢 这么多年 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 哼 啥你老干 缺德事 我们家傻老大呀 记犯谁呀 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还是算了吗 算我多管行事 哎 别急 行 我跟她说说呗 嗯 不过 她同意 到插门吗 同意啊 她要不同意 我接受这个干什么 这还差不多 哼 合好了 人家要倒插门 哎 苗苗 不许给弟弟吃葡萄啊 别让他给弟弟吃啊 哎 我跟你说啊 人家兄弟八个 就是因为家庭困难 把婚姻给耽误了 不是二婚 这你打灯楼都找不着 妈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好货 不便宜便宜 没好货 你这买东西呢 妈 我爸说什么来着 苗苗 别给弟弟吃葡萄啊 听话啊 哎 真乖 哎 我这跟你说正事 你怎么东一狼头西一棒子的呢 哎呦妈 我这也是正经事 哎 你说哎 这葡萄盒 要进这宝宝的气管里 你现在还有心思在这说话呀 说正事 哦 对 当初我爸说什么来着 这叫静红则红 静默则黑 你想想那个陈流氏 他能介绍什么好对象啊 你怎么对人这么有偏见呢 哎 你给妈个面子 见见吧 妈 这 什么呀这都是 哎 这事我跟小楚说了半天了 小楚 你跟你大姐说 哦 哎 哎 哎 大姐 你就去看看呗 让妈觉得 好像我拦着你似的 苗苗 来吃葡萄 大姐就去吧 我看啊 你现在成我妈了 来 我们吃葡萄 看看苗苗啊 哎呀 哎 来来来 快 哎呀 建国啊 哎 我给你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 哎 你知道我叫什么妈 哎 陈姨跟我说了 素春 赵素春 我不叫素春 她是在骗你的 哎 她管我叫傻春 我妈管我叫傻老大 我那些妹妹们 叫我俩半截 哎 就西屋的那马大婶啊 她管我叫一根筋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吧 她是在骗你的钱 哼 怎么了 不管了 以后这事咱就不管了 哎 哎 太李姨啊 行了 太李姨啊 这刮多少钱你接着啊 哎呀 快找我钱 哎 哎 真不错 哎 你别走啊 太李姨 哎 徐米蓉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吧 现在呀 这院里的邻居啊 就连南屋的那个马家呀 没一个愿意理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忌妒呗 哎呀 何止是忌妒啊 现在呀 都有点恨了 哎 说你呀 仗着傻春四六不懂 算了政策的空子 说你们家孩子 一个个盛气凌人 除了吗 傻春能说上句话 其他的 都是欣欣的地主结解 跟院里的邻居啊 不是一路人 哎呀 别往心里去啊 化髓重了点 都是真的 快快快 哎 哎 喂 你那车钥子给我拿吧 啊 自己不有车吗 你真没劲 你那不信买的下来 你不让我开一下顾顾饮 不见 你自己挣了钱 都留得下宅了 就想美事 哎 我说小妹 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你一个人占股百分之三十 我和你哥 我们俩才占百分之三十 那钱都让你挣走了 那我出来还那么小气啊 真是 嫂子 你说的话不牙疼啊 我是一人吗 我这还有大姐跟小楚呢 哎 大姐她要吗 小楚还上学的小楚要吗 要不要是他们的事 不关你事 哎 当然关我事啊 这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干的 不干活的都坐享其成了 你的意思是说 妈了 妈不干活 妈拿百分之二十 我可没这么说 我说的是谁 谁自己心里清楚 行 我现在就给四姐打电话 哎 让四姐听见 你们都说了什么 不是 你给苏小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苏小自个就占百分之二十 这事本来就不对啊 再说了 苏小的嫁人了本来都不姓赵了 他还有工作 还在咱们店里吃骨 真是 你还给人打电话呢 小算盘把你的算进去 真是 哎 哎 哥 说谁呢 我这耳根子怎么那么热呀 四姐 你来的正好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嗯 我哥跟我嫂子不但被你说你 还讨破咱们这间关系 呦 哎哎哎 我可没挑拨你们俩关系啊 我说挑拨你们俩关系的话 就没有必要当了小妹的面说了 哎 我说的是事实 哎 苏小你说你自己狗拿百分之二十股份 你这便宜是不是有点占大 我占谁便宜我也没占你便宜啊 这店本来就没你俩的事 当时来的时候怎么说的 哦 我们都是亲兄弟姐妹 这算那么清楚干嘛呀 把大姐挤走了 现在觉得不合适了 晚了啊 哎 我说苏小你怎么说话呢啊 这个是我们和大姐之间的事 你现在结婚了 那说法当然不一样了 招我是不是啊 招我就别怪我不客气啊 小妹 啊 你知道这两个人背地里最近都干什么了吗 不知道 做什么了 哎 嘴上说另开辟一条进货渠道 其实背地里搞批发 这钱根本就不走你的账 真的啊 千真万确 不然我赵素晓啊 就不叫小算盘了 哥 你把钱给我拿出来 瞧什么瞧啊 哎 我那个叫利用自己嗝的业余时间 我自己赚点外快 我又没耽误店里的事 你喊个潮吗你这 怎么管不着啊 工资从店里开 这修车油钱都从店里拿 怎么管不着 哎 你怎么瞎说呢 我跟你说 每次我们出去送外边的货 都是自己掏钱加的油 是的 你不知道就别说 得了吧 我不管啊 就这事 我必须让大姐回来 既然你们有了外心 就自己开店去 你们两个记清楚了啊 这个店啊 法人代表 是我 是他 啊 我不干了 哎呦 宝宝 哎呦 宝宝 别玩这个啊 小心手好吗 老翔 看大姑啊 看着大姑 戴着眼镜 就这晒太阳的眼镜 好看吗 好看 好看吧 妈妈给我戴一下 哎 好嘞 来 宝宝 大姑给戴上啊 我看看 哎呦 来 跟大姑坐在一起啊 哎 看看那傻车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嘚瑟 光记都没用 人家傻车的路啊 走对了 把弟弟妹妹一个个都弄起来了 你再看看咱们院 我数了一下 光拿老宝在家待着的就有七八个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当初还不是你说人家走资本主义 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啊 谁知道发展那么快啊 大姑 上去搭设了 啊 宝宝 来来来 哎呦 哪儿啊 让 让大姑看看啊 哎呦 不让你玩这个你非玩啊 不许玩了 就去给你 他们给我玩的 好好 是他们的不对啊 帮那个大姑看着点宝宝啊 大姑去找真去啊 哎呀 马大婶 马大婶 有事啊 你们家有真吗 借我一根 你们家没有啊 这不 我们家都多少年不缝缝补补了 我妈呀 她那真扎的孩子全都给扔了 你们家这么有钱 买一箱筐来不就对了 等了等着我给你拿去 就是可真吗 怎么那么多话呢 我还就不见了 哎呦哎呦 三姐三姐 三姐 你来的正好 我哥跟我嫂子背叛你了 什么背叛 说什么呢 不想干了是不是 哎呦 三姐 这这这这事跟刘倩没关系啊 这你看啊 这个店子这法人代表是我啊 那我就是这个店的经理 那店里的事 那您说是不是应该我说了算啊 我知道你说了算 我也知道你翅膀长硬了 哎 赵素爵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刘倩奏 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 要我说呀 就四个字 鼠目寸光 哎哎哎都是自己家人啊 说话别生气行吗 行我不生气 我在广州批发部的人跟我说 你们进货越来越少 我就知道一定出问题了 不过我谁也不怨 要怨啊 就怨我当初不该听大姐的话 小妹素晓 说是东西 不跟他们干了 跟我走 啊 啊什么呀 我再给你们开一个新店 让他们两个人呢 自己折腾去吧 三姐我 我要说句话吧 您千万别不高兴啊 您别以为离了您 那地球就不转了 转不转那是后话 不过我一定不会跟不讲信用的人打交道 嗯 我早就不想干了 我支持你 真的 我觉得做生意嘛 不经历大风大浪 不可能 如果换作我的话 早就不跟这个法西斯大小姐干了 说什么呢 说我呢 行 你先忙 忙得好啊 回家行吗 这么回家吧 走了走了 慢点啊 哥 啊 你和你媳妇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啊 我很遗憾 很遗憾 哎对了 我觉得呢 这个我还是得把话说在前面啊 这现在呢 可不是我们不让你们在这干了 是你们自己不想在这干了 以后可别怨我们啊 四姐 你还跟他们费什么话呀 今天咱们就把账算清楚 必须算得清清楚楚的 来 算 算呀 谁怕谁呀 算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不让素晓跟小妹和素爵瞎掺和 另起炉灶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你说一家人在一起干活多好啊 他三姐 这事可是你处理的不对啊 妈 你帮我看着点这俩小的啊 我赶紧出去一趟 我去看看去 两半截儿 你又不懂经营 在这儿瞎掺和 来 这么大人了 这成天的像个神经病似的怎么干 妈我跟你说 这一家人哪不能在一块干 早晚落埋怨他 那你还容把公司跟你搞在一起啊 废话 那能一样吗 我那是扩大企业规模 现在不把企业搞大 根本站不住脚 再说了 我们那是大企业和开店不一样 三儿啊 我觉得你还是得悠着点 看得实实的 我听素晓说你 那边的情况 哎呦 妈还挺担心的 妈 你就放心吧 我那好着呢 三九二十七娘 走 什么呀 这是批八下 你算没算清楚 哎哎哎哎 啊 看不上 得 这管闲事又来了 我告诉你妈 不许分开 不是 少大 这这没没你事啊 你干嘛干嘛去 什么叫没我的事 我告诉你啊 这事我管定了 大姐 这事三姐都说话了 你就别在这操心的行不行啊 就是啊 大家都不愿意在一块干了 这何苦的呢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你说了不算啊 这件事当初要不是你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的事 跟你说我不会听你的 那个 少大 你看着没有 你说了都不算了 你快快 回家带孩子去 哦 对了 你要是不愿意带宝宝了呢 那 我们也不介意 反正现在都可以送幼儿园去了 大姐 当初我说你什么来着 我说你是东郭先生 你还不信 事实摆在你面前 你看看 赵史玥我告诉你 你这下子不醉 你不是三九二 你懂不懂 什么叫琵琶下你 我去 大姥姥 花在这儿呢 来 我给你穿上啊 白去了吧 要我看的 三儿说的对呀 早分开 别晚分开墙 对啊 行了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 行了 你就别愣着了 赶紧做饭吧 我不管了 那你看着宝翔 我去买点切面 咱们晚上吃炸姜面 好不好 让他们都送幼儿园吧 我呀 不带了 那你干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干了 我呆着 这驴脾气上来了 属驴的 走 不好惹咱们走 不敢拉倒 谁也没求人 好了 不能播了 老二 你抽空回来一趟 你今天最好就回来 把喵喵接走 能怎么样啊 傻老大料挑子了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这属驴的吗 饭驴脾气了 我告诉你啊 从明天开始 你就得把喵喵送到幼儿园去啊 我们宝宝也要送幼儿园了 妈干不了了 太累了 我们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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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二姐夫你们怎么来了 小妹呀 妈呀说这个傻丑撂挑子了 让我们把娘们给接走 小妹 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就是三姐让我们合格分店的事 你看 我猜对了吧 我这觉着啊 每天早上晚上接送孩子这事 太麻烦了 你要是想让咱儿子学习知识 那就不能怕麻烦 你说 咱家宝宝现在都三岁了 就天宁跟着那小春 能学到什么呀 这要是再过几年 这上学什么都不是 你是不是想让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呀 你说再点听你的听你的 就是 妙妙的大爷呀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有点累了 我早就说了吧 让你把淼淼送到幼稚园去 你不干呢 不过也好 累了就好好歇歇吧 你说 他们分店对不对 这事呢 要看怎么说了 站在你的角度不对 可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啊 就是对的 我就是想不通 你老是想把大伙都给聚一块 可是啊 这人跟人不一样 思维还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想干的事 是不是 是不是 分店 就意味着分家 如果这样让街坊邻居知道了 不笑话死咱们家呀 你呀 没必要活得那么累 咱们不能为别人活着呀 我跟你说 妈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的好 这自己梗啊 过自己梗的日子 你说呢 行了 歇着吧 好好歇歇 我走了 想不通 我就是想不通 百阔了 杨曼杰 是不是生我气了 你生我气也好 不生我气也罢 反正我得告诉你 这经营啊 不是你想那样 首先 你把这服装店 让给刘倩素学两口子 这事就不对 你这是在帮他们吗 你这是在害他们 你这样啊 只会让他们养成 不劳而获的思想 你要针对他们好 你啊 就自己赚钱 把钱再给他们 这样不就得了吗 你知不知道 现在邻居们 都在反对咱们家 我说你这哪跟哪啊 你想什么呢 什么想什么呢 人家都在看咱家的笑话 知不知道 现在要分店 不是等着人家说咱们吗 今天 我跟你二姐说 你二姐居然说我 哎呦 你活得累不累啊 我看我是活得挺累的 我看你活着也挺累的 这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你管他别人怎么想的 咱们家这钱 不是偷的 不是抢的 看着眼馋呢 自己赚钱 我说呢 闹了半天啊 这正疊在这儿呢 这个事啊 你得跟二姐好好学一学 他可是楷模呀 二姐可是说一句 顶一万句呢 你没事 自己好好琢磨琢 不过 能开口说话 这心里就不憋得好 我也就放心了 我还有个约会 先走了啊 我跟你说 要不是小楚告诉我 你卧床不起 我才懒得懒看你的 走了 再见再见 谁卧床不起了 我还就起了 大姐 怎么不让我开车 帮你拉呀 马大婶 洗衣服呢 你这忙什么呢 妈 我买的葡萄 你买这么多葡萄啊 熬着吃啊 哎呀 妈 您看 可新鲜了 要不然我先给你洗点 不吃 吃多了 拉肚子 谁呀 金仪 是我 金仪 这是我给您买的葡萄 您拿着啊 哎呦 我们可不要 不要不要 拿着 不要不要 快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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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马大婶 马大婶 咱们好久没在一起说话了 我给您买点葡萄 拿着吃吧 我们可吃不起 这是我送给您的 拿着 拿着吧 哎 等等 您啊 天天天过几个年 我们不稀罕 哎 不要就不要 我还不想给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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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啊 这么巧 来来坐坐 哎 好久没见了是啊 哈哈哈 大姐,你这干部家庭就是不一样 穿衣服跟别人都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多好看 我这都瞎愣的 大姐,那个素眠还好吧 挺好的,你俩没联系吗 没有 他那性格你也了解 他刚回城那会儿,我们还联系着 他当了科长以后啊 我们那个知青的聚会他都不参加了 说我们太俗 我们家素眠可不是那种人啊 他就是因为太忙了 我对那个素眠吧 真是没有一点恶意 真的,我特别敬佩他 对吧,要不然 你们家那么多事 他全都跟我说 那倒是 大姐,你知道我现在 在做什么生意呢吗 做什么呀 你觉得咱们农场后面 那大山怎么样 太美了 尤其是山上的那棵大松树 对,就是 我跟你说啊,大姐 我在那儿买了一块地 地 对 我把它搞成墓地了 墓地 就是风水特好 所有的人见了都说特别好 怎么样,大姐 你要不要买一个 你不用说了 我明白了 你别说啊 我爸老说 农场的风景啊 就是美 我父亲 去世之前 还一直特别怀念农场 我就更别提了 包括我现在 经常做梦 还能梦见农场呢 你要不要买啊,大姐 那得多少钱呢 规格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 这上面都标着价儿的 然后还有电话 你先回家商量商量吧 要是想买的话 你就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行吧 行行行 这风水多好啊 那边就是农场 是啊,多美啊 太美了 就是 空气也好 你知道 那个农场的菊玺 它现在在干什么吗 你不知道啊 我以为你知道呢 菊玺早就掉走了 我听说 好像是掉到 市里农业局下面的 一个三产 现在是在 机关管后勤的 大姐,你不知道吧 菊玺掉走以后 没多久 彩琴就在农场的一场 意外事故中去世了 宿命好像不知道 人的事 但是 她知道菊玺掉走的事 她知道 菊玺掉走的事 你孩子都得七八岁了吧 八岁 八岁 那 你就没想再找一个啊 没有 你孩子多大 我 我 大的已经五岁了 小的四岁 计划生育抓得这么紧 本事够大的 嗯 嗯 你 你停这儿干嘛 来这儿干嘛呀 请你吃一碗 哎呀,不吃不吃 我得回家吃饭去 哎 叔叔 你跟我客气呢 还是 真想孩子了 那倒也不是 八岁到了这会儿啊 孩子们 跟他爸他妈 早就吃上了 那孩子不是你的 得 露馅了不是 你说我连婚都没结过 我哪来的孩子 我说的这两个孩子啊 一个是素眠的 一个是我弟弟的 不过 他们都管我叫妈 嘿 好嘛 我说 这几年不见 还是分不清你 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真有你呢 走走走 进屋子 啊 哎呀 你别让孩子 你让他们管你叫妈 干嘛 妈 嗯 妈 哟 啥老大 啊 快快坐坐坐 你这疯哪儿去了 你这 妈 告诉你件事啊 啊 我看了一块墓地 全都是那个 花岗岩大理石座的特棒 我想把我爸的姑姑呀 牵到那儿去 哎 那那有我的地儿吗 不许说这个啊 哎 说不说不都一样吗 那怎么样啊 我问您怎么样啊 我哪知道啊 我又没看 多少钱呢 钱的事呢 您就别操心了 您就说是行还是不行 我看啊 还是得跟他三姐二姐商量商量 二姐可是国家干部 别耽误了人前程 不能跟他们说 跟他们说肯定不同意 妈 这事儿 我可是答应人家了 定金我都付了 你都答应了人家跟我商量什么呀 我一想 你只同意啊 妈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别跟他们说 那那那有 有我的地儿吗 我不能跟你爸分开呀 能为您的地儿吗 我早就想好了 哎 您俩的地儿啊 在一起 哎 不说这个线 说这多不好 不吉利不说 这事儿行还是不行啊 这事儿行还是不行啊 吃他干什么 吃他干什么 不许吃 我一看见他就来气 哼 我呀 又把他给扔了 买坟地了 这鬼东西 是不是又在头顶 大姐跟妈说话呢 三姐有钱 你三姐虽然有钱呐 其实她也是最缺钱的 那就找我哥 我哥欠我的钱 四姐欠你的钱 五姐就更不用说了 对呀 要不说你是大姐肚里的小蛔虫呢 行 大姐啊 这就把他们给拿下去